好 現在比瑞 而體育方面其實在沒關係 就是美國持棒了 因為洛神尼稻奇跟紐約洋基的 世界大賽第五戰 今天冠軍隊出爐了 由稻奇收下 球迷的心情可說是洗三溫暖 因為稻奇這回是上演了逆轉秀 克服了0比5的落後演出大逆轉 最終是7比6 擊敗了洋基 稻奇是拿下了對死第八座冠軍 那麼前四戰都有開轟的佛里曼 則是獲選為世界大賽NVT 不想讓聽牌的倒極趁心如意 沒有退路的洋基 世界大賽第五戰是用盡全力 法官大人Aaron Judge 一開賽就用行動展現他想贏球的決心 這球出手了 打在右邊 打在右邊就危險了 兩分炮 Aaron Judge抓第一個吃到太多好用 打球帶的location 打出了全雷達 開局就先奏上兩分炮 Judge的活力也點燃隊友 不只有Jazz Chisholm Junior 背靠背開轟 怪力男Santon也在三局下加碼炸裂洋圈炮 炮聲隆隆捍衛紐約 三局打完是5比0的領先 但想要引球光靠打擊可不夠 接下來的局面 王牌先發Garri Coe也傻眼 滾地球 一壘方向收球之後 一壘SAFE 一壘既然SAFE 因為 沒有人去COVER 對 揚機板的誰在一壘 這個手背瑕疵 竟然就成了乖愧的關鍵 物質上Judge Ethanine Volpi 都出現手背失誤 這也讓稻奇趁虛而入追追追 這球被帶起來 在左中之間 在左中之間 掉下來的長打 這支長打 一壘出發的Freddie Freeman 奔得回來嗎 回來了 雙方真的 真的平手了 WOW What again Teus Carl Hernandez的二壘安打 帶有兩分打點 藍茂軍單局追5分 5比5平手咧 氣勢大豪的宇宙到齊 就算楊基試圖反擊 但他們還是有再超前的分領 八指上兩支高飛犧牲打 打盡寶貴兩分 最後九局下半 更是押出了第三戰的先發 Walker Bueller來關門 霸氣的再見三陣 大股翔平衝第一 因為稻齊7比6 擊敗楊基 世界大賽四勝一敗 搶下了隊史第八座冠軍 大家口中的宇宙到齊 果然夠勁 開心的高舉冠軍獎盃 至於前四戰都開轟 一個人貢獻十二打點的 既有人Freddie Freeman 榮登世界大賽MVP 實至名歸 華視新聞送一張獎黃報導 哈囉 我是萊亞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